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那影片右上角的QR Code呢 是大師的天地節LINE社群 那 喜歡這款社群的朋友們 喜歡這款天地節所有的朋友們可以加入大師LINE社群 那在 資訊欄的連結裡面也有 LINE社群的連結 好那在天地節TUBTUB上面 在今天12月11號晚上9點的時候呢 發了一個 一個文這個文很重要 好這個就是互動送周邊 不限量三檔測試 即將於1月開啟 少俠們久等啦 好各位少俠好我是十分公的小師妹 由於沒用的大師兄雖然長期潛伏在 策劃臥底 但是卻31天1小時10分52秒沒給少俠們會報進度了 於是小師妹我決定親自出馬 為少俠帶來策劃的最新 最新資料 哎 策劃小哥好久不見 你看我閃爍的光芒的雙眼 像不像一個月 都沒給了研發進度 哎有話好說啊 咱們能先把刀收一收嗎 你差點把我假 頭髮都嚇掉了 哎唷S預定都開了 官網預約活動也上了 咱們不來點進度對起少俠的期待嗎 哎 這不是為了回應期待才拼命做優化嗎 你看說這改掉SSR這種品級說法的問題 文案策劃門還打了一架 發怒的文人可真可罵 就在昨天啊 戰鬥力最強的文案策劃 終於把品級設定 文案給定死了 然後 定死在哪裡啊 哎變了變絕了 絕跟極了 OK 好 自從我們還是聽從少俠們的建議 現在俠客人的品級 定為良 卓 極 絕 同時還是感謝少俠們為我們提供這麼多的意見 這情報不夠多啊 繼續繼續 呃對 天天節系列中的角色 大家在上次測試已經見過不少了 而那些經典的怪物大家卻很少見 我們最近籌備了不少怪物的美術 美術素材 就拿那些 來自幽界的 冤數來說吧 差價的時候都覺得 線值狂調 還好 竹美老師 意高 人膽大 把設計圖給敲定了 就比如這個 這個 這個怪物呢叫 荒什麼的 那個字 有點忘記怎麼唸 這個應該很熟悉啊 在還神節當中有出現過 幽承也有 好那這個就更熟悉 這個是在那個 呃 那個天洞儀上面 那個吸取他的那個 幽 幽氣嗎 然後這叫 蠻 貪 我記得是蠻貪 蠻 貪 貪 欸還有幽承幻劍錄被 欸 幽承幻劍錄 裡面被西方聖槍封印的灰之王阿瑪菲特 朱莉有個超喜歡惡魔傳說的小哥 就先給他畫出來了 少祥們可以期待一下 他在手遊中登場喔 哇這老實說這個蠻帥的啊 灰之王 不像那個幽承裡面那個小兵有沒有 我這個 下面一大包 呵呵 欸這個立繪不錯喔我喜歡 這個就真的很棒 好 那進路有了還是給老點少俠們最關注的事情 說吧遊戲什麼時候上 咳咳 少俠們莫驚慌 目前我們在快馬加免進行遊戲的調整 同時我們也能夠理解少俠交集的心情 悄悄告訴大家 我們將在明年一月進行新一輪測試 請大家見證我們的成果 同時這次少俠們 不用再為激活馬發愁啦 因為下次測試不限量 不見不散 喔 這波情報探察來得直啊 少俠們一定會誇小師妹的 詳細測試信息 還請少俠們持續關注 官方的消息 小師妹會第一時間為少俠們帶來遊戲的最新動態唷 好後面就是活動 好那我們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明年一月就是2021年齁 一月的時候我進行新一輪測試 那這個不知道會不會 會不會保留檔案齁 如果會保留的話大家就 想要先體驗趕快去玩 應該是公測了吧 看起來應該是公測 然後 在一月的話應該應該就是過年前喔 喔那這樣不錯耶 太棒了 那大家就是 台胞陣要準備好 齁 台胞陣要準備好 要不然你可能不能玩齁 好那今天的消息非常重大跟意義齁 我們等了這麼久 終於在明年一月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玩到了 好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 FB 還有Twitch 謝謝各位這集的收看 拜拜